大家好,这里是军元艺 今天来分享一下郁金香的水培切花种植 以及它的冷藏控花技巧 郁金香和水仙一样都是囚禁植物 我们平时在花市经常能看到水培的水仙花 但其实郁金香也是可以水培的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哪种种植方式 在大自然中呢,郁金香需要在秋季下种 春季发芽开花 也就是说郁金香的花球需要经历冬眠期才能形成花苞 在商业种植中,我们会将种球保存在冷藏室 来模拟这个冬眠的过程 这样开花的时间就可以完全控制 冷藏保存的具体温度和时间 会根据这个郁金香品种呢,略有差别 但大概的温度需要在4到9度之间 时间呢,大概是在12到19周 商业种植中冷藏的方式分为干湿两种 那如果是在家里保存,一般就是选一些质量好的种球 直径最好在12厘米以上 可以放在纸袋中,在冰箱里冷藏 温度可以调到5度 而且尽量避免和其他的果蔬接触 以防这个病虫害的传播 种球在结束冷藏期后,需要先进行催根 这个过程呢,温度最好在5度左右 而且需要闭光 大概时间是在2到4周左右 在这个催根期间呢,也可以加入一些低浓度的硝酸钙溶液 EC值大概控制在1到1.2之间就可以 如果是在家种植,可以将种球在容器上摆放好 然后加入适量的水和肥料 这个水呢,接触到这个种球的底部就可以了 不要放多 然后再将它放回在冰箱内保存 这个期间呢,要观察这个根部的生长情况 大概每周换一次水 如果有见到这个烂根啊,或者长霉菌病的这个种球呢 要尽快把它挑出来扔掉 整个这个催根过程大概需要3到4周的时间 这个催根结束以后呢,就可以将这个种球从冰箱里移出来了 根系长出以后,就可以适当的逐渐升温以及给肥 这个时候的水肥EC浓度可以控制在1.2到1.5之间 温度呢,最高可以升到20度 但如果有条件的话,其实郁金香的最佳生长温度是在12到16度之间 这样开出的花呢,质量才最理想 水培的郁金香除了生长周期短,节约人工 还基本不会有什么虫害 但这个囚禁本身呢,可能会长一些真菌类的疾病 但即便是长了呢,它也不影响它整个这个切花的效果 从种植到收割,整个过程大概需要7周的时间 那如果掌握了郁金香的冷藏控花技术 就可以在春季以外,或者是在热带地区也可以种出郁金香花 好,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